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有一所长江学校 这是智利全国唯一一所以中国地理名词命名的学校 也是这个国家率先在小学阶段开设汉语课程的学校 11月上旬,当中心社记者来到长江学校探访时 一个五年级班级正在观看动画片《花木兰》 见到记者,孩子们开心地用中文打起了招呼 放映见戏,这所学校的中文老师李源源写下 西语与中文对照的几组词 让孩子们再练习一下生活常用语 长江学校始建于1972年 前身是一所普通小学 在上世纪80年代初 学校开始与中国驻智利使馆开展文化和友好活动 1987年,学校正式更名为长江学校 2008年,在当地政府支持下 长江学校开设了小学汉语教学课程 在智利开创先河 李源源通过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志愿者招募项目来到智利 现在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大约8个月 长江学校现有600多名学生 从幼儿园到8年级 共17个班级均设有每周一节的中文必修课 对于这些孩子们而言 中国很遥远 但他们知道中国有长江 长城 故宫 熊猫 中国已经并不陌生 中方同智利教育部以及当地高校等合作 目前已在智利建立包括两所孔子学院 六所孔子课堂等在内的超过40个汉语教学点 2018年,智利教育部还推出了 试行版汉语教学大纲 长江学校校长罗哈斯女士说 通过学中文以及中国文化时间课 学生们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都在逐步增加 而李源源说 在这里自己就是中国的小小代言人 要通过自己与当地师生的交流 让智利的朋友们更多的了解中国和中国人